今年其實在整個 在整個蘭花產業呢 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現象 其實在產業面的部分 有很多更多的二代 也相繼接入了這一個行業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歷程 也是產業延續 持續有保持競爭力 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 當然又可以傳承到上一代 一些包括蘭花經營的一些 核心上的一些生長上的一個技術 甚至品種研發上的技術 然後當二代進來之後 更多的有關市場的一個消費 或者經營 甚至有一些自動化的設備上的提升 其實這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跟整個延續 因為我們在代工栽培 就是在專業栽培這塊 我們已經專研很久了 每一個客人他有不同的產程 那你要怎麼把每一批都把它標示出來 這已經不能像爸爸那一個階段 就像小吃店一樣 一個老闆他可以幫你算錢在寄菜單 在煎煮飯 所以我們這邊都已經往電腦化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你拿手機 掃我們的條碼 我們就會知道這一批他是誰的 什麼時候來的 他什麼時候換盆 有點像生產履歷 那我們這邊就是電腦化管理 那我們可以往農企業的方向前進 所以在原區的好處是五大管路都已經開發好 那他土地一格局是方正 那方正的好處 第一個就是我們在自動化 會非常的需要 第二個就是好的交通 因為我們都是做外銷 那所以我們會不會生那麼大一台 假如我們現在外面路的15米路 但是我們一般的農地 你要找到一個15米路的 實在是很困難 政府他們規劃的這塊土地 對我們來講是差很多的 第一我們土地就差很多了 第二就是造成這個群集的效應 我們大家就在隔壁 我們交流很快 運輸的成本 那些都差很多 因為我們的蘭花產業都知道 全世界的蘭花三分之一在台灣 台灣的蘭花二分之一在台南 所以呢 對於蘭花 蘭花之於台南 可以說是最重要的農業產業之一 那我們在去年的這個 蘭花的這個外銷 已經突破了 已經達到了這個疫情前的水準了 甚至已經突破了 所以我們今年希望會能夠更好 也歡迎大家能夠來到台灣國際藍展 一起來欣賞蘭花 看蘭花的藝術 看蘭花的生技 以及看蘭花的未來 都歡迎各位 大家好,我是秦碧淳 歡迎收看三位十七號 禮拜五的中家台南台風新聞 已經連三個版 十一檔的台南劇室普蘭會 由今天開始在情形酒店開店 包括來自日本和韓國的衛榮在來 總共有五十三間電商來參展 而且現場也提供近年 在台南新月中的三位優秀的藝術家 電出的舞台 希望這機會來背後一台的四千七 三二一 skilled theatre 台南藝術國蘭會正式啟動 在台南市場的紅摻蹄亭 以及在於這巿片的競 terminals 台南投幾個文昌書 台南軍闓演 Takina 正式開店 租集ận花的でもない 國際商店開店 市場安 twe Perry 標示 基本各地气象有新的創意三星 因應結束條流行方向 長期以來台南藝術活動會 一直是叫好又叫做 不僅是它的藝術的成分 以及品質非常高 同時也生活可能是許許多多 企業界也好 或是市民朋友們的一個愛好 所以剛剛理事長說 這個最新的成功 所以一直搬下去 外郎學會以台南技術普蘭會為主張 結合我們台灣在地技術長官 到時推出關折聯盟 希望在推動我們當時 甚至無可在地經驗結合 讓外地有客來分享技術普蘭會 也能在下期結合 我們這個產業 其實由我們放學 大家帶著大家同意在做 我也希望給台南市的文化產業 包括這個觀光產業 總帶來一點動能 整個電欄到三月十九號 除了在飯店房間來電欄 要跟鋪板、鋼澤、鮮魯形 到幾十分從店家下廚 哪些工程要了解更多的資訊 可以就萬一來雜訊 等來新聞揚上海彩虹報道 要鼓勵心地中的青年朋友 多做一些運動 可能就需要套過一些優惠 甚至是獎品 來增加他們的意願 比生基金會 特別鼓勵一張 雛米警察 而且是要請給林張亭胡 來擔任一粒館子 為地牽朋友加油打氣 一陣子有一個台南市 黨區的小黨工行事婚老衣 在這裡美省基金會 為心地中愛的青年朋友 居本一條體勢能處美警察 我們社會局在吳張愛之家裡面 有一個體勢能活動中心 那體勢能活動中心的承辦單位 就是我們的美燦基金會 那今天美燦基金會邀集了 哪麻協會還有白永恩基金會 裡面的我們身心障礙的青年 大家一起來參加這次的聚會活動 對心地中愛的青年來說 口外外人非常在重要 美省基金會設計三大關卡 以用手工球跳過中愛物 雙人團球以及用股膀贏球 借出錢跟他們的民主 歡迎以及北海町人力 我們今天我們看這些年輕人 雖然他們的能力都每一個都不太一樣 不過一起玩得很愉快的比賽 這是很大的一個幸福 這場外人特別邀請到 第一名的藝人張庭湖 他一早在爛下 由暖身外人開始 到每一個遊戏關卡 都在旁邊 騎到這些身體中愛朋友 並為他們加油打起 因為其實之前 今天會來到這邊 其實之前就有跟那個 美善基金會有很多的合作 所以他們這次又邀請我來 陪這些小朋友們一起運動 然後我一直都很喜歡 就是陪著他們這樣子 一路成長一路運動 所以對我來說 自己也是一個很棒的活動 美善基金會 他怎麼跟新婦 也特別送到禮物跟江夏珍 江夏張庭湖的伯伴 在外島最後 是由老媽學會提到第一名 希望透過處理的經濟外島 可以讓這順心 在中愛親人朋友 感到提示能好勝個處理 再來是楊順懷才紅布的 我愛了 蚵仔煎跟蚵仔 已經是真相歡迎的蚵仔美食 不過現時在七國龍山裡 就出現一道非常特別的蚵仔料理 叫做七國煮鵬鵝 這發是從炒豆腐切開 裡面放泡菜跟蚵仔 這種新的吃法 也去他們很多UK 全港去七國平衆 炒豆腐在油鍋裡 民進到金黃手水 又把炒豆腐切開 放在自己的泡菜跟韓國海苔 以及一隻一隻最新的蚵仔 最愛哥林上特製的醬汁 這是蚵仔的創意料理 七國煮鵬鵝 立長本身是養殼達人 他自己想說 那麼多蚵仔要如何推動 當然他們研發說 要用這個炒豆腐 來做這個料理 讓大家可以來品嘗 吃這個翻譯還不錯 所以這個蚵仔 我可以跟你們強調 就是我們七國 我們立長 道道弟弟在七國四府在生產 這個料理就在七國龍山社區來 社區是以吃蚵仔為主 高雄飛飛 希望可以演化就是小吃 所以龍山在立長 老婆婆就發揮創意 演化出這個料理 為了提升國人或者是附近的 有可能到七國龍山來做旅遊 除了搭乘 漁船到西湖湾之外 我們漁會也要找出特色小吃 來協助漁民來提升生計 我們這一次也是找了當地龍山里的里長 因為他本身是養科達人 然後我們藉由他的養科的成品 那就是鵝仔來做一個特色的料理 龍山社區一直以來都在豬東農村在線 他也可以當傳統漁村專程 七國旅遊和提出之後就做新行動 去營養科達人家 為此帶來新的相機 我們先把楊順懷采向報道 為了證書台南市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建保育轉押補助 民進黨設議員蔡小偉 李宗涵和酒家尾 會當地為在地理長 跟老人會會長 教育記者會 建議市府要健庇局處 六十節流就保來提升老大人的福利 台南市老人福利六都當中 拜名上月 目前特洪 高雄 台中和台北市 六十五歲以上的中價 建保育都是專業補助 因此以為的理長跟老人會會長 都希望台南市會可以來比較 我們六都都有了 剛才我們台南市目前都沒有事件 所以一些老人跟他的抱怨 我們的長者會抱怨 所以六都有時候跟我們台南市沒有 大家都會走來問我們基站的理長 所以說我希望說可以出生 這次可以出生到我們這次 把老人這些檢保都收起來 讓我們市府收起來 優惠給這些長者 這樣應該會更好 希望三位議員我們建議一下 希望建保育六十五歲以上 看是要專門還是要一半 這現在也要一半 六都以上都沒有 還有台南市 台南市也輸了 因此議員蔡小偉李宗涵和祖家瑋 向後也要一市府社會局的官員 建議市府對精品局處 六十節流 在檢控財政穩健的基礎 逐步來幾個提升中心的福利 如果財政不足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來精簡預算 所以我在這裡我也要來 今天代表是社會局 你們也可以帶回去局處討論 包含在這個新聞處和官履局的部分 你們在每年的預算有分別八億跟兩億 如果未來在這樣子的一個動能之下 我們分別來看 在台北市他們有所謂的官傳局 他們是把它合併在一起的 如果假設在人力配置上 跟這個事物的精簡上來講 我們應該是把它結合起來 讓這個效能發揮到更大 目前的缺口其實在市長提出的版本裡面 現在我們的65歲以上長輩 每年在年金從三千零到四千五 其實你們就已經撥了十幾億出來 對於整個要補充填滿的二十八億 其實只剩下可能不到十億的缺口 我們希望可以提供這個方案 讓你們真的業務省下這些錢的時候 像目前其實真的在湊 我覺得只要每年再湊到三到五億 幾乎你們就可以來滿足這個 全額健保免費的部分 我想我們今天坐在這邊 一起討論這個議題 我們不是很相怨的說 你就是要補助 既然我都不會管 所以今天除了要把這條錢拿出來補助以外 我們也想到要怎麼來幫市政府來生錢 來提出這條錢 所以我們來提出到 組織精簡這個部分 推出市府社會教主任秘書李彥玉標誌 他目前一百十二年變得了老人福利 包括重陽敬老金台幼是十四億 去年六十五歲以上的健保全額補助 更需要十幾億的角色 目前社會教會將議員跟理長的建議 社會建議 希望可以做出最好的幾位 台南新聞您跟蔡鳳報道 台南市南區SC1415米的道路工程 在今年都年年開篇完成 目前先開放給民眾通行 不過最近就有當地民眾歡迎 因為道路客進去像我講夢 晚上電池又不夠更 所以走在路上都感覺走走 很多芙芙和小朋友根本就不敢走 所以議員林美妍全都會堪 讓政府上官黨委要做改選 台南市議員林美妍 因為接著賣這個民眾歡迎 在南區SC1415米的道路工程 雖然在今年農業期間開篇完成 並且開放民眾來通行 不過當地居民歡迎 因為道路一臨許像說夢 夜間的照片又不足 破完還不是走在路上 感覺心來都怪怪 一條新開篇道路SC1415米道路 雖然出院開放過 但是它已經開放 但人家通行一至兩個月了 那一至兩個月的過程中 行駛行駛過程中 有感受到一些問題 就是周邊設施沒有完上 第一在原來的洗漱路222巷的出口 進入到我們這條新開篇道路的時候 因為它是一個T字路 標示不明 如果到路業以後 這樣子很危險 就會直衝到對面的一些民宅 這個很危險 所以必須要加強 第二點 我們看到在SC14-14-15米這個道路 因為它的住戶非常的少 所以沒有住戶本身的亮度 只有一個就是我們的路燈而已 所以而且它旁邊還有一個民蔽設施 就是公墓 所以在這個部分 它不能以城市的亮度的係數來做衡量 它必須要加強它的亮度係數 所以我們要求現有的路燈 事實上完全是不足的 所以我們也要求我們相關單位必須要補償 對處議員最后也要一市府交通局 民眾管理所 跟營建宿南區工廳處來匯勘 營建宿南區工廳處標示 因為路燈是拆交錯的方式來設定 一切符合規定 如果證明公共的部分要增加這個民 工廳處會再選擇雅干來匯勘 再做賓國 路燈的部分我們會再回去檢視一下 看這個規範是不是符合相關的規範 那晚上我們會再確認一下 那個照度是不是足夠 那如果說真的有再需要加強照度的話 我們再跟市政府公務局的 路燈管理的單位 我們再來確認一下要如何改善 改道路SC-10-4-15米的道路 是營建宿的新闢道路 專等待有200公車 是人家火燒車区跟稀兵公路 開通以後火燒車区的居民不用稀兵公路 就能夠直接趁稀兵公路 至於一年公共的部分 議員也建議賓種所 先加強綠利來組合 台南新聞人員跟蔡宏伯德 高雄是臺灣培高他的重要主點 高雄市列宿博物館 特別幾位一系列的課程 由老師和大長輩來做培高 審求本和演出 這段過程因為他的運用手來做 還有機體表現和口義的表達 所以大家有和演奔系列的藝術 提了好歌 樂活皮影學堂裡 長輩們操作自己製作的皮偶 演出自己編寫的劇本 大玩皮影戲 有些劇本還是長輩回想在家鄉時的 生活故事編寫出來的 演起來特別有感覺 他們從一些比較固定的套路的劇本 慢慢的熟練之後 他們可以加入自己生活的體驗的元素 或家族裡面的故事 或是當地在地的一些傳說歷史 他們可以慢慢的自己創作出 他們屬於他們自己的 皮影戲的劇情跟劇本 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活用皮影戲 兼具光影 手作 肢體表現 和口語表達的特色 規劃一系列的樂活皮影學堂 有老師在多個長照劇點 帶領長輩 從製作皮偶 冰寫劇本 到操偶演出等 長輩們都一手包辦 那我們選擇的是用拓映的方式 因為長輩平常在劇點 他們就有做過這些練習 所以他們會先用圖卡 去練習怎麼樣拓映 然後練習上色的技巧 喜歡自己什麼顏色 練習完之後 然後再去做他的戲偶 用皮影戲的操偶 製偶 跟劇本的演練 帶到這個長照戰裡面的 這個活動裡面 讓老人家可以透過 皮影戲的這些相關的元素 來針對他們的口語表達 針對他們的肢體 針對他們的記憶力 可以有相關的活動 然後可以幫助他們 這個老年的生活 讓長輩參與演出熟悉的 傳統藝術 就是運用藝術治療的概念 大家發揮創意 呈現出不同以往的表現效果 能夠讓長輩減低負面情緒 達到預防及延緩失能的效果 那據點他們如果說 有長期配合的美術老師 甚至他們自己的人員 有這個能力 他就可以這樣上課 那雖然是一個12週的學習 但是因為我們將品系的元素 裁解成製作 表演 口說 然後音樂等等的部分 還有光影遊戲的部分 所以據點他們如果說 他今天的長輩的興趣比較在 表演的部分 他就可以加強表演的部分 那如果說他們只希望做手作 那他就做完戲以後 就可以做出像這樣的作品 讓他們帶回家 皮影戲是結合光影遊戲 美勞手作 音樂演奏 口說練習等的綜合藝術 透過多元創意的藝術表現 讓長輩自由發揮 也能夠激起許多平時意想不到的潛能 記者黃冠維 賴昌邦 高雄報導 臺灣市美食王國其中兩餅就是這項具有代表性的假設 高雄嚴定區有一間兩餅的準備店 比較特別的是用潤餅皮來煎潤餅 輸在口感是勁加鬆脆 而且可以做那麼大皮 超過五十種的口味 讓人每天吃也吃不完 將打好的蛋液倒入平底鍋中 蓋上餅皮後再將兩面煎到金黃上色 這是臺灣人在熟悉不過的蛋餅製作過程 但是今天來到這一間 位在市場裡專賣蛋餅的店家 竟然是用潤餅皮來煎蛋餅 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之前我們都是在做春捲皮 會有一些剩的 就我們要想辦法把它利用掉 所以就拿去煎蛋餅 就還蠻好吃的 我們就自己再嘗試一些其他的口味這樣 客人都還蠻喜歡的 因為我們是用春捲皮 然後它會比較酥脆 然後我們用了兩張 它其實捲起來的話會蠻有層次感的 然後裡面是兩顆蛋 所以裡面會比較軟嫩 對 所以它吃起來就是裡面是軟嫩的 然後外面的酥脆的口感都還在 蛋餅口味百百種 甜鹹各有所好 但這裡有一個系列的蛋餅 集結香菜和皮蛋 這兩種許多人不敢吃的食材去搭配組合 這真的會好吃嗎 剛好有看到有人在聊說 皮蛋香菜待一些很好吃 然後我就自己嘗試做做看 蠻多網友去按讚的 我想說這個東西不是蠻恐怖的嗎 結果吃起來意外好吃 很多客人都是回購這個東西 它反而聚集了蠻多香菜控在這邊 另一款點單率也很高的打拋豬蛋餅 除了自己炒製微辣的絞肉餡 加入切成大塊的小番茄 增添酸甜風味以外 四季豆也讓口感更加清爽 而一般常見的起司蛋餅 老闆從選用的起司及製作手法都經過考量 搭配地瓜內餡後 就是一份營養豐富 滿足感爆棚的蛋餅 起司是因為我們不是用傳統的起司片 是用乳酪絲 那乳酪絲它的口感會比較好 會有一些拉絲的口感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有用火槍去烤過 所以它的香氣會比較濃 對 然後地瓜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看季節性 如果它這個季節的地瓜好吃的話 我們會買到三種 所以它顏色上看起來會比較豐富 比較漂亮 這間在網路上評價很高 然後我昨天我朋友有來買 只分我吃了一口 然後我覺得太好吃 所以我早上又騎腳踏車衝過來買 我昨天吃了口感 就很好吃 因為它還有用春捲皮 所以它咬起來很脆 很香 對 最主要是真材實料 因為其實吃去看 它每一份都滿大份的 甚至兩個人吃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特色太多 因為我們總共有五十幾種 一天挑一個都可以吃一整個月以上 對啊 太多了 老闆自豪地說 一天換一種口味 一整個月也不會重複 而且還可以配合客人喜好 客製化獨特的蛋餅 來這裡不怕找不到喜歡吃的口味 就怕會有選擇障礙哦 記者周父親 蔡宇文 高雄報導 臺年五三唱 臺年五三唱 臺年五三歌中 美術班的客人在日前參加一項水年三藥 和公共藝術地位新歌店 客人透過時代參考 臺年五三唱和茶山 了解台灣水年發展的列典 和藝術家 創作公共藝術的規定 只要以馬運用 黎明兒鏡頭來完成藝術的創作 藝術家王國毅截取水泥場的輸送館 將它轉化為手指 搭配高大的煙囱 形成一組公共藝術作品 放置在台鐵古山站外 面對來往的旅客 有送往迎來的意味 整個製作的過程呢 我們雖然不是用真正的懸崖 去給它的材質 但是我們是整個 就是仿造它的一個造型的一個概念 讓它重新再立起來 然後讓來往的民眾 看到了懸崖 也能夠直接間接地 進入到整個古山開發的一個 過去跟現在 學習藝術家 創作公共藝術的發想過程 古山高中美術班的學生 也實地走訪柴山步道 與台灣水泥產業遺跡相遇 用平時的攝影鏡頭和多元的視角 捕捉古山地區豐富的人文歷史素材 完成攝影作品藝術創作 因為平常就是沒有很常在爬山 然後我想說 那就記錄一下好了 就是拍到我覺得很漂亮的風景 然後我還可以拍到我的古山高中 有一個人的這張照片 就是因為它好像剛好站在一個 是輸送水的一個地方 然後也是一個古蹟 然後我覺得它站在那裡很有吸引力 公共藝術的製作過程 當然也包括了所謂的民眾互動 那在我們的團隊裡面呢 就正好有古山高中的老師跟學生 可以互相的這個 互相的觀摩啦 互相的學習 古山高中美術班是參與一項 由交通部鐵道局主辦的 古山在地與水泥產業的人文考訣 以對話成果展 讓學生走出美術教室 實地了解古山在地的水泥產業 從中吸取文實養分 成為藝術創作的靈感 古山圖書館則提供場地 展示前輩和新秀的教學成果 我認為如果我們古山的孩子 不知道前野水泥 不知道台泥的前身 也不知道整個古山的發展 我認為相當可惜 所以我非常鼓勵 我們美術班學生參與 那希望透過不管是從攝影 或是數位的一個媒材 甚至是從基本的繪畫素描 那都可以做一個作品的 在製跟創作 透過這樣的機制跟台鐵 然後藝術家 還有我們的在地的產業 還有我們的一些未來的新秀 美術班的學生 還有古山高中這樣做結合跟展出 其實是我們覺得很大的榮幸 然後讓社區可以進來看展 藉由與歷史文獻和前輩作品的對話 古山高中美術班學生 完成最有感覺的藝術創作 古山圖書館也提供展示空間 讓這項計畫的成果 與社區做了完美的結合 記者黃冠維 賴昌邦 高雄報導 感謝你收看三位十七歲 中家台南台訪新聞 歷史情緒全 咱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